看起來柯文哲對2024這個位置虎視眈眈的 連建軍衛國的袋子都剛好給大家拿出來 還剛好給大家拍到 但是你看他在要去沖繩之前還炮轟你們議員 說你們毀謗什麼的 然後柯文哲就嗆聲說來告 所以他炮轟說藍綠聯合屋前 偏偏選擇再去沖繩的前一天 來這樣子開記者會來罵議員 這什麼意思呢 去沖繩前 去日本躲了三天我們就罵不到 我覺得不要用監視器那個是規格標 那是技術性的問題 不要無限上綱說藍綠所有都無錢 如果無錢的話 你市長大可把所有61席議員全部移送檢掉 我也願意接受調查 當初為什麼 這個包括很多藍綠議員 甚至比較輕科批的包括林國城議員 他們都有質詢過 因為你降了規格 降規格之後 如果你三妹降到兩妹 傳輸的時候不穩的時候 那麼影像會模糊的啊 所以大家爭執的是這技術性的問題 大家希望警政的時候拍到 入口監視器一萬六千支嘛 拍到影像是要清楚啦 然後傳聞警察局在比對的時候也要 傳輸的時候也要看得到的嘛 那大家討論的過程中都是技術規格標 什麼時候柯文哲講到說 大家有無錢如果藍綠都無錢的話 那請拿出證據出來 第二個把我們這些議員全部移送檢調或移送監察院或移送證風署 你不能說因為政治操作把所有人凸顯說你柯文哲就完全跟藍綠都不一樣的 你就是清廉的 然後你就是超越於藍綠之外 我覺得他用這一些的操作的手法是要凸顯說 參選2024的起手勢啦 所以接下來民眾黨不是要改選黨主席嗎 只有他登記而已 只有他登記啊 只有他登記倒不是沒有問題啦 我就說他來訪問琉球之後 接下來我認為他會訪問美國 不是他的問題是 不是他一個人登記 是他下面跑的跑走的走 沒有班底 是啦就退群啦 當然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 民眾黨這次在選縣市議員 其實選了也沒有外界預期的好啦 所以大概選了十幾個 他提名了80個嘛 才選了選上十幾個 所以他我認為這次的選舉的結果 也出乎他的預料之外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權力 跟一個聲量的焦慮感 如果他卸任台北市長之後 他如何去維持目前的一個聲量 他的舞台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他訪問琉球之後 接下來24號卸任之後 他會密集的有一個出訪的行程 而且他會持續泡紅藍綠 凸顯說他是超越藍綠 可是民眾被他玩這一套 被他操弄這一塊 你覺得民眾都傻瓜嗎 大家看得清楚啦 如果買單的話 大家對於他這套買單的話 民眾黨的選舉 我覺得會更好啦 更亮眼啦 所以我認為 譬如說他這次選舉過程中 他是全台灣跑透透耶 那浮選成績為什麼不如預期 所以代表說他個人的聲量 無法完全轉移到其他候選人嘛 這個情況會不會在2024的總統大選 一樣出現 我認為會啊 所以民眾黨未來發展 還是有他的局限性 如何打破柯文哲是一人政黨的情況底下 他還要提出更具體的一個做法出來啦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將軍喔 因為包括沈富雄在前面報導就說呢 其實侯友宜跟柯文哲的票是重疊的 這不代表柯文哲分了侯友宜的票 但因為侯友宜的票是比較穩固的 所以柯文哲的票相對是友宜的 因為包括柯文哲過去的形象 讓大家說包括像是國防啊 好一些軍事部分啊 他的動作呢都是比較友誼的 一下子比較偏中國 你看他這次出去呢 特別帶了一個建軍衛國的包包 但你說是需要表態嗎 你要把層級拉高到總統 但是你底下的人是不是有點擺不平呢 包括你是一人黨主席之外呢 現在高雄民眾黨在這一次選舉 也選得很不好啊 包括議員呢全軍覆沒 現在又有議員啊 開炮說是黨部的主委 都要下台好陳思宇的退群 黃靖怡出來喊 因為說民眾黨鎖定目標都很難了啦 不要說要配票 其實你下面其實是問題蠻多的喔 這當然喔 你說侯友宜跟柯文哲的票 當然重疊 侯友宜的氣勢強 柯文哲的民調調得很低 那朱立倫跟柯文哲一起比 哇柯文哲就變第一名 所以說表示藍白的這個共通性是非常高 但是為什麼柯文哲這次會輸的 這個我覺得民眾黨是大輸啦 他自己還自嗨說 你看我贏了幸福 我也是四怕 對 可是你調了台北市耶 調了台北市去贏個新竹市 你叫做贏 這個實在太阿Q了 那我講喔 為什麼柯文哲這一次 他的所謂的推倒藍綠高牆的 這個整個的氣勢 還有這種策略沒有奏效 因為大家記得柯文哲講過一句話 這句話也是我認識柯文哲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垃圾不分藍綠 大家記不記得 他在很多地方講 哎呀垃圾不分藍綠 都是垃圾 可是呢 現在民眾黨變成垃圾桶 你知道嗎 藍綠的垃圾都丟給他 全部都丟進去 現在連這些垃圾都要跳出垃圾桶 我不是在批評這些參選人 是因為這些參選人被柯文哲騙了 當時柯文哲要遍地開發 找很多人來加入民眾黨 參選市議員的時候 他怎麼講 藍不提你 綠不提你 來我我提你 我提你 你一定選上 這些人都被騙了 這些人都變成柯文哲 現在敗選後嘴巴的說 他們是垃圾啊 他們本來就不優啊 所以選不上怎麼會怪我呢 他跳出我們這個政黨 跳出我們這個群組 是因為他不適合我 這人多傷啊 我被你騙一次 我還要再被你罵一次 所以柯文哲的信用 他早就沒有信用了 他不斷地去消遣 消入自己人 那時候把你家的狗牽走 誰講的 不是柯文哲嗎 那他那位所謂 被他引射為狗的人 是不是民眾黨 是嘛 他連垃圾都不講 說人家是條狗 叫人家牽走 所以這時候民眾黨 他不跳船 就被你侮辱 我留在船裡面 我留在這邊是要同舟共計 共創未來 可是我留下來得到的 沒有鼓勵 沒有溫暖 只有侮辱 這時候柯文哲 怎麼會跑到沖繩去呢 你這個時候 第一時間耽誤自己 你應該要聽蔡壁如的勸告 到各區的黨部 到各市縣市的黨部 去慰問 去溫暖 去固裝 去讓這些人留下來 繼續跟你奮鬥 他不是 他跑到沖繩去了 這些事情留給誰 蔡壁如去處理 所以蔡壁如怎麼 所以蔡壁如新生退役 後來人家問他說沒有啦 我沒有新生退役 為什麼 我不是為了六萬塊新生退役 我是覺得我還要更努力 這句話其實是講得很有道理 很有哲理 就是我跟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建議的很多事情 他都不做 一意孤行 等到做不好 做得差 他都怪我們這些人不夠努力 選得不好 他說沒有啊 那人家為什麼 十四期可以選上 你調了七十幾次 是你自己不夠努力 是你的人設不夠好 所以這種黨留的有什麼意義 這種黨留下來 只有越選越糟糕 越選越難過 越選越悲哀 所以柯文哲未來 他要參選2024 必然他還要透過 推倒藍綠高牆 再透過說垃圾不分藍綠 來彰顯民眾黨 是如何的純潔 如何的有理想 我講句話來講 民眾黨充其量 只不過是收這些垃圾的垃圾桶 都怪我